国内今天公布新增2.3万例本土个案 以及31例死亡病例 另外国内还出现首例本土BA.4的重复感染个案 他是一名40多岁男性 6月27号确诊过一次 8月23号再度确诊 基因定序确认感染BA.4 虽然前一次感染没有定序 但推测为BA.2 目前都只有轻症的症状 另外边境渐进式开放 9月12号起恢复实施 美加纽澳欧洲与邦交国 国民入境免签重的待遇 本土疫情进入一波流 星期五号公布新增2.3万例本土确诊个案 还有31例死亡案例 其中一名40多岁女性快筛羊隔天就死亡 现在更出现首例本土毕业点次的重复感染个案 这名住在北部的40多岁男子 6月27号第一次确诊 8月22号又出现发烧等症状 隔天快筛和PCR都是养性 CT值19.3病毒量不低 做了基因定序确认感染毕业点4 虽然前一次感染没定序 但推测为毕业点2 目前这名个案都只有轻症症状 目前国内重复感染人数9000多人 在500多万染疫总人口里 数量还算小 指挥中心分析曾经感染过 在感染毕业点5的几率 会比没确诊过的人降低8成左右 但民众担忧重症和死亡率会不会比较高 你是有住院的 可能下一次你还是会住院 因为你的抵抗力原本就比较差 但是如果你是没有住院 你是那种感觉就是小感冒一样 那你下次面对毕业点5应该也还是差不多 重复感染会有一些重症出来的 都是说原本自己的抵抗力就比较虚弱 而胸腔重症科医师黄轩更指出 毕业点5病毒的潜伏期缩短到2到3天 代表会加速病毒传播率 但指挥中心不这么认为 他并没有实际上有这个正式的统计有公布 我们也不会说只参考一个地方 比较小规模的数据 是不是确实有缩短成两天 这样的一个情形还有待观察 尽管疫情升温 但考量国内防疫物资充足 也朝进进市开放原则 9月12号起恢复实施美加 纽澳 欧洲和邦交国 国民入境免签证的待遇 后续会再开放哪些国家是疫情状况 再评估记者总导 台湾购买的首批莫德纳次世代 双架疫苗是原型株加上 BA.1病毒的剂型 经过ACIP专家小组开会评估之后 拟定首批将优先提供给 65岁以上长者 还有医护人员施打 而采购数量还有待指挥中心评估 另外ACIP专家小组也拍板 12到17岁青少年的疫苗追加剂 开放接种Novavax疫苗 而指挥中心这回也请来 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上纯 为我国购买的首批次世代疫苗 效力备数 为了对抗Omicron病毒 指挥中心洽购次世代疫苗 最快9月底就能开打 第一批买的是莫德纳次世代 双架疫苗 是原型株加上BA.1病毒的剂型 用来作为追加剂使用 接种间隔至少三个月 ACIP专家小组开会评估后拍板 让65岁以上长者以及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优先施打 第一阶段就是以这个65岁以上 就看第一阶段施打完之后状况怎么样 因为还要考虑到疫苑 采购数量还有待指挥中心评估 但就怕次世代疫苗到货后 现有的原型株疫苗 会不会过剩变成没人要打 外界提议是否干脆开放 给50岁以下的民众 在次世代疫苗到货前当成第四剂施打呢 ACIP专家小组暂时决议不开放 避免施打后会延长次世代疫苗的接种时间 而国内目前购买的这批次世代双加疫苗 能不能对抗正在流行的BA.5病毒 指挥中心请来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上纯教授背书 指挥中心拿出数据分析 两种族群受试者接种BA.1次世代双加疫苗后 对BA.4跟BA.5病毒产生的中和抗体效价比值 比起接种原型株疫苗分别高出1.68跟1.69倍 证实这款疫苗对BA.4 BA.5也有效 就盼能平息外界对这款疫苗的质疑 接种报道 高雄一家餐厅5月底推出了99元吃到爆 吸引不少顾客上门 但是老板发现有时多名的顾客刻意吃得很撑 然后再到厕所催吐 吐完之后又再继续吃 而这样的做法其实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的不好 也让其他顾客直说实在太浪费 老板也气得贴出了警告 一旦被抓包不准再来用餐 满桌子澎湃菜色 有小卷 鲜虾还有高丽菜 超过20道料理客人大把大把夹 因为不管夹多少通通99 不错啦 大家会够啦 这样 修够啦 高雄这间餐厅推出99元吃到饱 有人开心但有人却动起歪脑筋 故意吃到肚子撑 跑到厕所去催吐 吐完继续吃 这样偷坐不好 吃到嘟好就好了 食材都已经这么贵了 然后搞这种推吐 然后老板做生事这样子 说不太过去啦 很不可思议 然后觉得说为什么要去吹吐 它不是很贵的东西 其他人听闻直呼实在太浪费 更气得老板贴出公告 一旦被抓包不准再来用餐 了解起来差不多十几个人 99块而已 大家轻松来这里用餐 不能用这种心态 浪费实在 我们听到心态都很辛苦 当在催吐这个动作的时候 食物含着胃酸跟胃消化液 逆流到食道跟咽喉到嘴巴吐出来之后 整个过程的黏膜都会受伤 最令人傻眼的是 催吐的还不止一名顾客 清明价格吃到饱 刻意催吐打吃特吃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贴出公告抵制 不让催吐客跑来浪费食物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天降瓷砖雨 台北市市邻区天母 中午一栋大楼外墙的瓷砖 跟水泥块大片掉落 砸毁了下方轿车的挡风玻璃 附近住户表示 其实这样的状况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疑似因为大楼乌零酒 耐不住热帐冷缩 偶尔就会有瓷砖剥落的情况 为了防止伤人 外墙也架设了防护网 对此建管处强调将会到场稽查 如果在期限内没有改善 最高将开罚30万 大片瓷砖伴随水泥块 从天而降 直接把轿车后挡风玻璃 砸碎大半边 只见着水泥瓷砖雨下个不停 不仅掉落在大马路上 换个焦度看更惊险 这大大的水泥块 差点就波及行人 就蹦蹦蹦一直掉下来 很大声 因为刚好砸到一台车子 使手整个掉下来 真的是吓死了 警察通知我们 说车子被砸了 砸到人 这个会有生命危险 受害车主看到爱车挡风玻璃 沉睡实在无奈 更担心会求场无门 5号上午11点多 台北市市领区天母这栋大楼 外墙瓷砖和水泥块 突然掉落 但附近住户说 这危险场面 已经不是第一次 整栋要重新拉皮又太贵 才会先在外墙架设了防护网应急 附近居民透露大楼疑似屋林比较久 外墙内不住热胀冷缩 磁砖才会偶尔掉落 这回又碰上轩磊诺强风奏雨 才会连水泥块一起剥落 我们这边会要求说 前任限期改善 如果预期他没有改善 我们会罚款6到30万 索性这次没有商级路人 不过磁砖这样直直落 装设防护网恐怕是治标不治本 尽管出货报也将到场稽查 要是再不改善 就会连续开罚 接下来明州台北采访报道